電話太空卡實名制殺到 實行之後有什麼要留意呢? 一中鴨寮街店主又會怎樣看呢? 一定有留意的 但現在未殺到來 暫時未有影響 但明年3月一定會有影響 預計一定會少很多人買卡 可以的 可以應對的方法其實 沒有的 沒有應對方法 他這樣說都要受 都沒有影響 你拿3張也好拿10張也好 人家不肯登記的都是不肯登記的 你要登記的就像 一張都登記的 10張也沒有意義的 坦白說你到時太空卡都要登記的時候 為什麼人家不上台呢? 反正上台是一樣的 都有登記的都是要 上台的街路其實更便宜 其實每年來都要 你老的那些 第一 老的也有 年輕的也有 中老年的也有 年輕的那些 自己的計劃不夠 就出來買家用 又不想讓家人知道 那些你說要 以後要實名制 他要跟家人出來買的 那些當然是不肯的 到時又沒有 那條水路 其實呢 昨天那個記者會 他沒有說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怎樣去取消登記 那張卡呢 如果他一年用的 登記完之後 你量上要用的 那如果他提前用完 或者提前不用一張卡呢 那他的quota 你是要 他的quota是 會保持住 保持一年 還是你要去 主動取消登記 這些其實他沒有說到 其實是 起碼沒有判的一定 沒有什麼意義的 其實對策都沒有對策的 都是見步行步的 都是 倒市的 你有將能夠的過程 可能到時 其他國家有出一些 可以香港用的 萬一卡可以香港用的 那些東西 不一定的 對不對 現在都有一些 是外國號碼可以香港用的 其實 都有一些 但是不同的 特別多 可能到時會 多些都未定的 那始終 他都說到明 外國號碼 在香港 是他不受規管 他管不了 那到時 那 那 到時 大家自己撿生 只能夠說 是加法我們這一行的死亡 因為本身這間 未開關 其實我們生意 是一落千丈的 那如果你再 做了實名制 其實我們 可以叫做 完全沒有生意的制 本地其實都佔四成 三至四成 那 如果你說真的用家的話 多數都是自己不夠流量 那上台那張卡用完 那 所以他們要再買卡 其實不會的 只不過是 會覺得麻煩了的時候 可能他們會買一張 然後就增值用 是啊 都不敢想 只能夠 到時真的太差 我就只能夠轉行 因為你 沒得做的時候 你沒理由死 握著那個 不放手 你無論如何都要放手 是啊 其實一落都已經開始 有一些 有部分的行家 是有轉型 或者結業的了 有的 是啊 只不過暫時看 就不是很多 但是可能他們是 有十個分檔 可能整理了兩檔 你便覺得不是很多 但是 未開始實行 都已經整理了兩檔 到開始實行 再整理多少 就不知道了 店主就叫虎連天 作為用家 拾名制都可能關你事 一起來看看 電話太空卡拾名制 的一些水資 電話卡拾名制會分兩個階段執行 預計在明年2022年3月1日 用戶就可以開始登記 去到2023年2月23日 就會進入第二階段 要求電話卡用戶 完成登記資料才可以使用 全面實施拾名制登記 之前的說法 是會人可以向匯家電訊商 認購最多三張拾名電話卡 現在放寬了 會人可以向匯家電訊公司 登記最多10張 公司用戶可以登記的數量是25張 公司都只有25張 好像不太夠 但優局長就說 香港有四大電訊商 亦都有其他虛擬電訊商 所以夠用地說 個人登記資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碼和身份證明副本 公司登記的話 需要額外提交商業登記 和公司入面一名指定人士的個人資料 另外16歲以下 用戶登記個人卡的時候 要有成人一同確認 以及登記那名成人的個人資料 市民可以在電訊商店登記 亦可以用APP或網站 記者會有提到 至方便平台可以用來登記 至於月費用戶 電訊商已經有相關用戶的資料 用戶就無需額外登記 接著三條問題比較難答 我們就問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方寶喬先生的意見 現在正在用prepaid卡 太空卡想繼續用 我相信到條例開始實施的時候 你用那張卡都要實名登記 要是回到電訊商店 要是網上找個號碼 然後實名登記你的名字 身份證 出身的日期 以及要上載你的身份證 的副本 才可以繼續用 暫時在條例底下 沒有監管外國的儲值卡 所以大家仍然可以在外國 帶些儲值卡回來用 或者在香港買些外國的儲值卡 當然分別就是 在香港 如果用外國的儲值卡的話 收費相對會貴 還有你朋友見到你打給他的時候 可能我的電話就是一個外國的電話 就不是一個香港的電話 但你說如果用WhatsApp 其實都沒問題 或是WhatsApp的電話 你都會看到一個外國的電話 如果是企業用戶的話 就25張就真的看見人見智了 他是物流業 他有很多是炒散的員工 幾百人 我本來就給了一張儲值卡 他走了不見了 我就把卡用完就算了 那以後就麻煩了 因為這些儲值卡 存活實名了之後 你給了一張儲值卡 他可能就幾十元 但如果他拿了一張儲值卡 然後做別的事情 反一發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 遲卡人 可能要負上一些法律的責任 所以這就是另外一個分別 記得訂閱果子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